大家好,欢迎收看那后时间 今天分享一个南瓜独特的新吃法 不炒也不蒸,加一个鸡蛋 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将南瓜切掉外皮 然后将南瓜切成小块 最后切成碎丁 前面切完放入碗中,待用 碗中准备300克面粉 打入一个鸡蛋搅散 倒入100克清水 搅成粘稠的糊状 搅成这样看不到干面粉就可以了 起锅烧油,放入南瓜丁翻炒一下 不用完全炒熟 炒至六成熟就可以了 两分钟以后关火猪锅 得用 锅中留底油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开以后 把筷子放入锅中搅一搅 然后用筷子 把锡面团推成条 放入锅中 这样一个面条形状就好了 放点食盐 蚝油调味 把南瓜丁放进去 煮两分钟 最后放点红薯叶汤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碗美味的南瓜面坨就做好了 吃起来劲道爽化 汤鲜味美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